现在就赫兆了 今天我们要做了父亲 大家好 是魔女嘉儿 今天将给大家带来 至高指令下半部的剧情 上戏提要 映斯和红灵前往霸占广岛 结果红灵被立一个拥有支配之力的order 燕鸟覆盖了原本属于映斯的支配 最终于映斯反目成仇 并背叛了使人众 映斯对此感到愤怒 不仅如此 Daisy还告诉映斯 幕后黑手是他的亲生父亲 目前同理着公安部的大人物 新公园内 应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父亲是个很平庸的男人 而且早在十年前大破坏的时候就死了 画面一转 英语透过占卜预知到了能治愈赖赖的order 白派子在出云市的某座洞穴 于是和应斯出发前往 路途上 他情不自禁对应斯展开了遐想 可应斯一直惦记着红领的事 根本就没听懂他的心意 曾经 一羽占卜过应斯会是自己的未来丈夫 这个占卜结果 能在这里应验吗 两人进入洞穴 结果遇到了危机 双双坠合 全身湿透 无奈之下 他们生活把衣服烘干 结果 在这种本该心跳加速的氛围 应斯又提起了红领 气得一羽直接脱光衣服 表决心意 还没等到应斯的回应 两人就见到了拥有治愈能力的order 巫女白派子 正当他们千辛万苦通过白派子的试炼 让他答应旧赖奈时 公安部的人出现 将白派子当场斩死 拯救赖奈的希望彻底幻灭了 气得不行的他 想对公安部进行报复 然而白猫推测 新公园内正计划些恐怖的事 为保应斯安全 而强行让他撤下 显然 白猫比任何人都了解新公园内 因为他本身 曾在对方主管的能源研究所工作 那是一家 隶属于政府的秘密研究所 专门开发这一种 收集人类意识 并将其转化为能量的系统 白猫将领导 新公园内 视为自己最尊敬的人 在他的鼓励下 白猫研发出了初始的系统 帮助了可怜的人们 后来 系统越来越成功 新公园内却变了 出于私心 他创造了Daisy 弄出了一对Olderman 才会促成映斯造成的大破坏 如今白猫认为 新公园内想带走映斯 一定有他的目的 决定无论如何 都要守住映斯 谁知 新公园内最想要的人 根本不是映斯 而是赖奈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 尊敬是我们的责任 等下 杰奈 空灵原本的上司 弗兰早就偷偷 和新公园内做了交易 交易内容是 只要他交出赖奈 新公园内 就会复活他的三个家人 因此当赖奈一觉醒来 他已再运送回 新公园内地盘的路上 空灵被安排照顾他 独处时 便顺便将映斯造成的大破坏 以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说了出来 真实的赖奈 远远比软弱的外表 坚强不少 他不想被映斯拯救 希望以自己的能力 做出反抗 甲板上 夜鸟等人持枪 准备射杀弗兰 弗兰就能意识到 自己被新公园内诱骗了 默奈是个掳走过他的男人 赖奈一点也不害怕 反倒走到弗兰的身边 威胁众人 要是杀了弗兰 他就会跟着自杀来绑下的弗兰 接着利用这份恩情 要求弗兰今后为他效命 此时除了白牌子以外 日本数个地区的巫女 陆续遭到杀害 受害的地点 都是灵力很强大的神社 赖猫推测出 新公园内想多取灵力化为能量 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方面一转 赖奈等人被夜鸟带到了一家没有信号的旅馆 今天傍晚 新公园内要和赖奈进行会谈 希望赖奈公开硬撕和使人众的真面目 赖奈猜到 无论会谈聊了什么内容 最后都会被对方篡改 并发布到全世界 于是默默想到了一个送给他的惊喜 赖奈想尽办法叫来了媒体 却没想到冒牌老爸 竟在他开口前 悄悄对他下了指令 让他当着全媒体的面 无限硬撕和使人中 正在策划第二次的大破坏事件 顿时 全日本再度对殷司恨之入骨 巨大的恨意 被新公园内的系统收集 赖赖醒悟 他从被抓的那一秒 自己早就被支配着 很快的 轰铃弗兰被新公园内制服 事情也如他所料 殷司目睹直播后丧失理智 不顾一切冲到了这里 鲁莽的行动 导致硬撕被新公园内的部下砍下了手脚 失去过多的他陷入昏迷 尽管被及时赶来的白毛 用能力救回了手脚 但避免他再去送死 白毛让伊宇将他囚禁了起来 自己则和其他的使人中 前往新公园内的实验室 然后就出现了一堆不能播的情节 结论是 伊丝强力反抗哭着尾了 一语体会到他想救赖赖的决心 同意放了他 同时拿出了一张 水连中找到的全家福 证实了新公园内 真的是伊丝和赖赖的父亲 这下伊丝的记忆和真相 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头顶上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 原来这才是伊丝真正的化身 记忆挖掘者 监狱里 奶奶问红灵对伊丝有何看法 问他是否真心想杀死伊丝 灵魂烦的质问 动摇了红灵的内心 然而没等到他的回答 奶奶就被新公园内 带到了一扇大门前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新公园内的最终目的 是收集足够的力量 来打开这一扇 连接着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大门 一旦成功打开大门 就不再需要Daisy 因为里面强大的意识 会让所有的人都能心想事成 把世界变成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之乡 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人 只有他和Daisy创造的地位Order 也就是 十年前分获了最多力量的新公赖奈 在新公园内的命令下 赖奈记起了十年前的真相 那个许愿要支配世界的人 不是应思 而是他自己 就在此时 因此支配重力 飞进了实验室 对于新公园内的计划 提出了全盘否定 不同的人许愿 就会诞生出不同的平行世界 就是新公园内的终极理想 应思坚决否定了虚假的幸福感 结果在他上前想将赖奈抱走时 被赖奈捅了一刀 随后 新公园内发动支配能力 总算被应思记起了当年的事 十年前 新公园内研发的Daisy 想让赖奈许愿身体康复 然而当时 他和气死正到离婚 导致赖奈为了创造一个 不和家人分开的幸福世界 而许下支配世界的愿望 悲剧的是 幼小的赖奈 控制不住强大的力量 最终促成了那场大破坏 强烈的愧疚感 让他精神崩溃 于是 应思作为第二个许愿的人 便向Daisy 许下了承担赖奈罪孽的愿望 篡改了自己和赖奈的记忆 也夺取了原本属于赖奈的支配能力 如今大局已定 为了让应思获得幸福 为了对全世界的人类赎罪 赖奈答应将门打开 应思被打下的实验室底层 深陷绝望 冰死之际 被从监狱逃出来的红灵所救 红灵听见了大破坏的真相 对应思感到十分亏欠 决定无论如何 也要为应思守护重要的人 一致的意识 让两人的化身打成了合体 相互获得了对方的支配和再生力量 两人联手打败了非常棘手的Order 士兵卫 局部重到新宫园内面前 然而 又有支配之力的双方 谁也无法拿下谁 为了阻止开门 白猫开枪射杀赖奈 没想到 星宫园内竟为赖奈挡下的子弹 强大的意识化为巨手从门外伸出 任何被他触碰的人都会进入美梦 应思等人不愿接受虚假的幻境 奋力抵抗 如果 远看一切真实即将化作虚无 应思回想起自己的力量 曾被Daisy缩减成万分之一 于是请求Daisy将全部力量挥还成他 故事的尾声 他以极强的意志 打败了那只巨手 所有Order们失去了能力 全变回了普通人 世界得以恢复原样 应思也洗心了罪名 过起了平凡的日子 这是应思最想要的世界 尽管历经艰辛 尽管不够完美 但一切都是幸福且真实的 至高指令 故事结束 嗯 相信大家看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赖奈不是快要死了吗 怎么又能上学了 原来啊 那只是应思梦想的世界 当时纵然用尽全力 他还是没能打败巨手 世界出于每个人的愿望 被分隔成了千千万万个平行世界 一些世界里 以思还是那个毁灭世界的人 不断遭到仇人的追杀 有些世界 以思和红林相遇 两人没有变仇人 而是幸福快乐的在一起 还有的世界 是应思读懂得一语的心意 更有一个世界 是赖奈没有病 能够正常的上学 做个健康快乐的女孩 好 エイジ 今のお前は何を願う お前の願いは 俺は 俺は 是赖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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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